这四位泰国美女当中有三位是人妖 其中有一位是真正的女生 给你五秒钟看你能够分辨出哪一位是女生吗 5 4 3 2 1 哈喽大家好我是CB差 之前我分享过泰国当地一个分辨人妖跟美女的节目 最多网友留言说分辨人妖的方法 就是看股价跟看肩膀 还有一些网友就留言说 看盆骨 看手掌 看腿 看脚 看胯 等等 今天我就再给大家分享泰国当地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这个节目邀请了四位打扮到非常谣言的美女上台 这种装扮在泰国叫做Drag Makeup 有在泰国看过人妖秀的人 相信对这种装扮应该都不会陌生 无论是一号二号三号还是四号美女出场 现场所有的人都开始怀疑人生 因为在这四位美女当中 有三位是人妖 一位是真正的女生 这个节目邀请了一对男女作为参赛者 他们的责任就是从这四位美女当中找出真正的女生 胜出的话可以得到一万泰族的奖金 原本非常有信心的参赛者看到这四位美女后都觉得扑朔迷离 因为无论你怎样看 这四位给你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人妖 两位参赛者做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喉结 四号嘉丽毫不犹豫的给参赛者抛了一个媚眼 但是二号嘉丽听到后立刻就把喉咙藏起来 其他两位嘉丽的装扮把景象包得紧紧的 所以没有办法从这一方面下手 这个时候参赛者说想看手臂也不能看到 因为除了二号嘉丽 其他三位都把手臂隐藏得很好 就在这个时候 在旁边的一对男女嘉宾突然间就说 他们已经确定谁是女生了 仿佛非常有信心 参赛者说他肯定一号是人妖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凭一个男人的直觉 然后他说目前在他心中 二号或者三号嘉丽 其中一位是真正的女生 但是他无法确定 节目制作看他难以分辨 便让四位嘉丽在他面前对嘴唱歌跳舞 这四位嘉丽毫无逼迹的就唱起歌跳起舞来 四号嘉丽还在现场来了一个一字马 他的这个动作不小心暴露了 可以分辨他的性别的部位 主持人说他看得一清二楚 并没有鼓起来 两位参赛者还是无法确认 便近距离的观察着四位嘉丽 不到五秒钟 男参赛者直接说他已经排除了一号嘉丽 这个时候四号嘉丽一直不断的做出一系列 引人注目的动作 他这样做不但没有吸引到参赛者 反而被参赛者直接淘汰 排除一跟四号后 参赛者就在二号跟三号之间 想要做出决定 最后参赛者决定选择二号 他给出的原因是二号的服装跟动作 跟其他三位嘉丽不一样 坐在一旁的一对男女嘉宾 也给出了他们刚才确定的答案 他们也认为二号就是浑水摸鱼的真女人 他们说四号嘉丽特意做出一大堆动作来混淆大家的 所以大家一致的答案就是二号 也就是说一三四号都是人妖 在没有公布答案之前呢 希望各位正在看这支影片的朋友 可以先留言写下你的答案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猜对吗 猜错了答案不是二号 二号是男生 旁边的女主持人也不相信 他还问为什么二号人妖的脚像女生那样的小 但是身份证上的的确确就是男生 主持人再给参赛者一次机会 从一三四号中选出哪一位是真正的女生 现在少了一位嘉丽 但是也不容易做出选择 男参赛者现在觉得是三号 但是女参赛者现在觉得是四号 因为他说四号有可能是特意做出这些动作 来混淆他们的 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三号 他们有始至终都觉得一号肯定不是 如果你猜错的话 不妨现在再猜多一次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答案 答案就是三号 三号是真正的女生 其他三位都是人妖 你猜对了吗 突生突长的泰国人 从小到大接触到人妖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好像我本身在泰国也有跟人妖共事过 但是就算你行走江湖很多年 有时候还是很难分辨 今天这个节目告诉我们 在泰国想要100%准确分辨人妖的方法 就是看身份证 在泰国男生的身份证 前面是MR也就是Mr 女生的话前面就是MISS也就是MISS 那么如果你刚认识一位很漂亮的泰国女生 要怎样才能够看到她的身份证呢 赶请各位老师及留言 吃叫吃叫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是CD才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